你馋呐 大晚上都不睡觉 房顶风大 小心感冒 师父 月亮好美啊 伤心悲悦 你这是想吃月饼了吧 月亮那么美 广寒宫也一定很漂亮吧 也许吧 所以嫦娥是为了大房子 才离开后裔的吗 一馋 你听故事也不专心 嫦娥是为了长生不老才 嫦娥是为了追求幸福 才离开后裔的 所以幸福就是大房子吗 嫦娥未必是想得到什么 也许她只是想要离开什么 幸福有两种 一种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一种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嫦娥她 此生只和佛前老 愧对嫦娥一片心